玉蓉城開幕之後 所要面臨的挑戰 就是可能造成當地的交通堵塞 因此現在人行道拓寬 加裝了紐澤新護欄 而旁邊的電桿稍後會來拆除 還有人行道的這個紅綠燈桿 也已經拆到對面 新店玉蓉城在週四盛大開幕 但早在市營運期間 因為人潮爆棚 讓週遭交通大打劫 一郊甚至大動員 排除20人協助指揮 如今開幕又剛好碰上 中秋假期 交通考驗更大 有民眾說開幕這天 停車場隊伍一路綿延 等不下去乾脆轉往附近停車 而新北市府想配套 已經把人行道拓寬成一米 還有塗銷部分車格 玉蓉也宣布 把接駁車時間 從15分縮為5分鐘一般 在玉蓉70年的此刻 我們也看到玉蓉 持續發展新的人車 避免影響商場動線 開幕活動刻意選在商場外舉辦 玉蓉集團董事長 嚴城麗蓮 搭乘電動車N7陸廠 黑色西裝外套 搭配招牌墨鏡 不一樣的是 今天內裡穿的紅衣衣 感動 而且這是我們的起雞的家 那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這是我的家 然後過程的變化 想到都會想要流眼淚 完成夢想讓嚴城麗蓮紅了眼眶 歡慶玉蓉成開幕 現場眾星雲集 不只嚴城麗蓮帶著一雙兒女 新北市長侯友宜 還有陳平董事長吳敏捷 何碩董事長童子賢等大咖 通通齊聚 客流量我們這邊希望挑戰的是 年度希望可以有1100萬人以上 玉蓉成開幕為當地商圈注入活水 認知新北市最大負荷式商場 開幕引爆熱潮 帶動當地商機 所有配套和規劃 都是外界關注重點 TVS新聞 王新唐 江明和張慧仙 SG小組 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NHKTV》